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李孔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财斯珍迪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 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 《晒冷气点赞》 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次就谈谈这个是越南 越南是很大件事的 因为台风摩揭之下 令到他们这个国家多处成为宅国一片 而且他们很多工厂都是大事的 所以这个世界的天灾人无论全球一样 无论你拿多少工业也好 始终没有人能够挡住这些东西 在越南北部富寿省 一座桥梁倒下来 导致多辆车较入红河内 三人没救 但到此时此刻 仍然有13人失踪 12架车跌下来 整个越南应该有最少68人 现场我们看到这就是现场的画面 那条河很专专 你看 泥沙混习着大量的泥沙 其实横跨越南红河丰州大桥 很不幸地倒下来 桥的部分结构和桥上的车 瞬间跌下来河 太过专专 所以现在救援很难 在现场指挥救援工作的一位副总理 胡德福亦表示 初步调查发现大概12架车辆 10架车和2架摩托车 或者电单车、机车 你怎样也好 一句称呼仪 跌下河 13人亦不见了 胡德福亦表示 当局现在考虑 在这个地点建造一座浮桥 然后再想想如何起床 第二军区的系政委 范德元是中将 他接受访问时 军方已经部署多手船 沿河案首杀是离世者 当然希望就无事 有三个人都能救出来 这可起可可 不过流水实在太过专专 强劲的水流亦被救援工作带来挑战 他说目前 世者和失踪人数仍然不明 因为摄像机的镜头 没有清楚显示每辆车有多少人 一名被获救的人士说 他当时在路上行驶突然间拍一声 还没有反映过他和他的摩托车 摩托车有一个好处是 因为他不会被车门限制住 其实如果是及时和有返禁 也很难 他用尽力才能游到水面 因为水太急了 掉下河 但摩托车起码不会有对车门挡住 压力不会有对车门的压力 他已经根皮力尽 几乎呼吸不了 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办法 是可以生存的 很幸运 他就是想办法 捉住了一棵 在香肇树 并且被附近船上的人救起身 现在他接受治疗 另外一名获救人士 他说 他们两个一起坐摩托车 过桥 突然摩托车开始摇来摇去 只有一秒钟 桥就跌下来了 幸运的是 他跌到桥台 所以 他下面有些椅子 跌到椅子 很幸运地活下来 他说以为自己很硬 但很幸运 他的摩托车被困在桥里 水流太喘急 已经升了四到五米 当然 他回头一看 发现桥 已经是很大的口 其实已经在中间断了 也冲走了很多车 根据 这个富寿市 的交通部门就说 这个台风 引起了 很厉害 引起了 暴雨 和大洪水 导致红河的水位上升 全急的水流改变了 桥梁周围的河厂地形 导致桥梁是探塔的 桥梁两个主跨 亦探塔了 那么丰州大桥 其实就是1995年建成 并投入使用 它采用的是钢材和 预形力钢筋运营土 建造的 具有永久性的结构 设计的承载能力是18吨 这座桥是由8个跨道组成 其中两个探塔的跨道 是由保加利亚製造的 两个简单64吨的一个跨道 当然 当局当然 有时间搞 因为这座桥可能被冲走也不出 这座桥是很重的 非常重 大家也很担心 还有很多地方 亦是垃圾 亦是垃圾 好像港宁省 很多树莫 顶不住摩蝶带来的 强风倒下来 路上到处都是建筑的残骸 还有一位白衣女子 就在路上市 还有一位 白衣女子 都 他不是这股怪的东西 真的穿白衣 一位白衣女子 走在路上市 突然之间被风吹倒 好像流冰般滑了好几步 当场 跌到贵地 幸好他抓紧一些东西 他在街上 爬住地找到一间 是 酒店 的警卫室 避 亦抱着 原来他当时抱着 石狮子荡掩壶 很不容易才能冷静下来 另外海房市的居民 王先生 亦说 太可怕了 我们根本不敢出门 风吹得很猛 另外一位居民 范生就说 感觉好像长浩劫 不单是台风 越南北部25个省当中 有17个 是 仍然存在持续的泥石流风险 亦意味着 小者的人数可能增加 小者都是被泥石流 摁住了 或者被倒下来的树压住 很不幸这些是非来幻禍的 首都河内受到台风的吹杂 有两万多棵树跌了 跌下来 问中 亦没有办法 左闪又被避开的树袋太大了 摩蠅 7号的时候 登陆了越南 多地 亦变成了一片窄角 有大洪水 当然 山体滑坡 当然有 越南的相关部门 摩蠅近30年来 你看这里多厉害 近30年来 就是遭遇最强的风暴 根据越南 国家水民气象中心的报告 摩蠅8号上午 在越南西北部地区已经减弱 变成热带低气压 越南北部地区受到 台风的持续影响后又出现狂的下雨 幸好刚才有人拔着招树 这个真是执行新彩 不是开玩笑 当然 最大事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工业 越南真是中国体代国 这个是西方说的 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承接一些中国 转移过来的产业 所以 就叫它中国体代国 他们的厂都是一般的 原来 就是 他们三星 还有其他等等的厂 都被迫停工 这个也很正常 如果不是 难道继续做吗 亦有些地方停电 他也没办法继续做 好像刚才说的 还有 是一些工业重震 就麻烦了 因为太大雨 有大洪水 亦有泥石楼 嵌桥 亦有几百万人停电 工业中心海房市 受到重挫 看看 真的风太强 风速达到149公里 这当然是事畜 对当地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 现在已经68人离世 很不幸地 49人是因为洪水和泥石楼 而离世 做的71人 是不见了 实中 现在它已经向西方 移了 西面移了 但在节目出街的时候 大家记住 还是在北部的山区 仍然有严重的暴雨 和严重的洪水影响 一直到9月11日 那么多省都出事 刚才说港宁省 还有海洋省 海房市 河内 目前救援人员 都相当困难 由于是 土石堆积 也有很多树 也未清 所以 都是要有内心等候 有些地方 还是未有电 大家如果要上班 也是比较困难 因为 出行高峰时 大塞车 你的树 好像障碍 左蝎有鼻 刚才说过 工业重阵 很严重 好像 南韩的LG工厂 也是出事 也是出事 他们 工厂因为承受不住强风 而是倒塌 整个工业园的负责人 至少80%的工厂已经受损 但幸好工业园没有被淹水 不过停电 接近100家企业被台风破坏 造成了几百万美元的损失 有公司表示 最少一个月才能恢复生产 大家知道海房市那么重要 它拥有150多个国家 这些企业在里面进驻 有大型工厂 有LG 还有苹果供应商 还有USI 也是有的 可以防止很多工厂的屋顶 整个被人吹走了 LG不是其中一家 不是一家那么少 还有很多工厂都会出事 现在当然 洪水也摧毁了北部 超过12万公顷的水道和农作物 所以今年 之后可能全球的 米价都会上升 作为全球工业链之一 当然越南很多重要的国内和外资工厂 都在这个国家的北部 受到波及影响 停电就肯定了 最少五百多万人停电 刚才说过 海防市和港宁市 大规模停电 和通讯中短 对于他们的 汐生产来说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 那时候 Walkit是来了 但是还有新的 是台风诞生 原来 两个热带 气压 接力发展 11号的时候 可能增强为台风 名字 可能会叫贝碧街 或者是葡萄桑 还有是葡萄桑两个 13号和14号 一个叫贝碧街和葡萄桑 大家 真的要小心 日本亦估计中秋前 都会台风暖舞 东亚东南亚国家都难以幸免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